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现在拿过来再说一下 主要是因为我们又学了各种和弦的各种分解节奏 对吧 我们可以再应用到一些歌曲中加以更多的变化 同样是张伯志的一首很老的歌曲 那么我们学习这首歌曲呢 主要是来锻炼一下节奏分解的灵活运用 好 OK那我们先就来把这首歌先简单的唱一下 首先是前奏 我要控制我自己 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 装作默不怪心里 不愿想起你 怪自己没勇气 心痛的无法呼吸 不会让你留在我痕迹 眼睁睁地看着你 眼睁睁地看着你 却无能为力 帮你消失在 时间的尽头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 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 告诉我 告诉我心痛怎么痛 哪里是否有尽头 就像流星许的心愿 让你知道我爱你 很简单 歌曲整体就用了四个和弦 其实我们这就是EM7 然后Cm7 然后是BM7 对吧 那我们这里说一下这个7和弦 也可以说Cm7 对吧 Cm7就指代的是一个大7和弦 那我们看一下案法 他的就是用了一个 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C和弦 去掉食指 对吧 我们这有C和弦 然后Cm7 Cm7 对吧 然后我们看BM7 BM7也很简单 BM7呢 就是在BM的基础上 去掉小指 也就是AM7 对吧 AM7往下移两个品格 加上大横按 那这样 对吧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BM 那我们继续往后来看 我记得这首歌是 我也不知道多久了 很早很早 以前了 反正是 那其实我们问到 特别关注张博之这人的时候呢 应该是08年以前吧 那时候出了一个门事件 对吗 可以说在那段时间 张博之特别是非常的风靡笑云 但歌曲还是非常不错的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首歌 四四牌子 对吧 然后这首歌呢 你可以说是一小调 也可以说是鸡大调 我们选择刀等一句 那么在主旋律唱的时候 这就是刀的音高 对吧 就是 就是了 我要控制 可以说这 对吧 前奏呢 就是一个EM的分解 这里演了两个音的 演唱两排子 我要控制自己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 一个小节里面 用到了两个和弦的转换 也就是说一个和弦 占了两拍 占了两拍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开始是 我要 然后是 控制 控制我 然后又是 然后又是 这里又有一个原因 对吧 这里虽然说一下 这里虽然是四个和弦 但是是他们的排列 貌似是没有什么规律可选 是吧 所以虽然四个和弦很简单 但是我们还需要花时间给他记一下 对吧 那如何记和弦呢 那我会在以后的课程 给大家抽出一节课来 系统的讲解一下 像这些简单歌曲 我们只能就是说 自己多弹 然后自己多练 然后这样来记住和弦 那开始 EM你 6321 然后记 4321 对吧 EM6321也可以 4321也可以 Now C CM7 你弹5321 这是可以的 让人谁看见我哭泣 装作魔不关心你 不愿想起你 怪自己没有勇气 然后是第二段的 就是刚才前一段 那是一样子 我们看一下 心痛的无法浮起 然后是D D是在第二个 弹了四下也是 对吧 在后两下的时候 就是接歌词了 找不到 你留下的痕迹 眼神正能够着你 却无能为力 这就是EM 然后一个B7的转换 对吧 然后这里我们就可能需要 遇到一个小小的坎 需要你多练习 熟练一下 任你消失在世间的尽头 然后我们再看 复歌部分 然后 弱起的 对吧 找不到 结强的理由 再也感觉不到 你的温柔 告诉我 告诉我 星空在哪头 哪里 是 所有 尽头 那这里呢 找不到 坚强的理由 一直是 C 然后是 EM 对吧 连续 然后又是C Maj7 然后是 D 又是 BM7 然后这里呢 就是重复了两遍的样子 因为都是两段一样的歌词 对吧 很简单的 那如果按照我们的教程 从从头开始学到现在呢 其实这首歌 这首歌对你来说已经相当的容易了 就是没必要说太多太多的东西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首歌完整弹唱下来 或者说你后面 找不到 坚强的理由 再也感觉不到 你的温柔 告诉我 星空在哪头 哪里是 所有 尽头 那这也是可以的 对吧 那这样呢 我们自己对歌曲的编配编排能力也就提高了 非常不错的 那或者就还有最后一句 可以说这种特别是对于慢的歌曲 那速度不快 是吧 歌曲速度慢 然后和弦和弦相对来说是对我们转换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时间来转换 对吧 那这样的歌曲拿来练手呢 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因为 那我们可以编配出属于自己的分解节奏类型 比如说 我们DM不一定要弹431 431 也可以是吧 OK 那么这首歌曲呢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讲到这里 那主要的是让同学们多多去体会一下这种和弦分解 提高自己的和弦分解编配能力 OK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